洛夫深陷球队茶壶风暴 资料照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近况低迷的骑士惊传球队内乱 美眉爆料有球员指控洛夫 Kavin Love上周的比赛装病早退 与球队会议时惨遭踏发 尽管总教练已亲自出面灭火 但洛夫稍早在推特上的发文 仍让美眉为他捏一把冷汗 近15战狂输11场的骑士 在鲜茶壶风暴 上周六对雷霆的比赛 骑士被对手狂轰148分惨败 洛夫赢病只打3分钟就退场先行离开 并缺席隔天上午的球队练习 ESPN知名记者沃纳洛夫基 Adrian Roderowski随后报道 骑士于周一练球前召开球队会议 总教练和总管都在场 根据ESPN报道 当时多位球员直接向教练团 质疑洛夫因病缺席的正当性会议进行的相当大声 且气氛紧张 只有洛夫发言解释时 场面才暂时安静 纽约日报随后撰文 表示有消息来源指出 带头质疑洛夫的人并非球队老大詹姆斯 Leap and James 而是本季才加盟的爱 汤马斯 Isera Thomas 妹妹认为不管消息是否属实 骑士对于现况都不乐见 骑士近况低迷惊爆球队内乱 资料罩 美联社 总教练泰伦鲁 Tirolu受访时出面为洛夫护航 表示他希望球队会议能平息众怒 但对于球队质疑洛夫则不以为然 这可真是疯狂 如果Kevin再诚我们说不定被轰170分呢 这谁知道啊 职场上状况无法预测 我们得变得更好 保持团结 我们现在正面临考验 身为一个球员 你得担当的真正角色为何 就是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 我们得把握时机采取行动 把球打好 泰伦鲁说 对于球队近日屡遭外界踏发 总教练表示 不管这些言论是针对他本人 或是其他人 都希望球队能从中获益表现得更好 接着说到 我想沟通非常重要 也许前局之间对我们来说相当有帮助 这种事情谁也说不 准 我们得继续向前 但愿我们能把这些掏猪脑后继续变得更好 我们球队可是天赋异禀 然而骑士 昨人以102比114不敌马刺 洛夫今天在个人推特上的发文 再度让美眉为他感到担忧 洛夫表示若明星赛 能与能与勇士 K 汤普森 Klay Thompson 通队感觉想必相当特别 因为他们的家人已是多年老友 光用想的都觉得疯狂 但也只是个想法而已 美眉认为 鉴于交易大限将至 洛夫此时喊话想跟别队球星同队 而且还是母队禁敌勇士 行为实在不妥 对于洛夫此举 美眉分析出三种可能 第一 洛夫非常真诚 一心只想着要 与朋友 K 汤普森同队 尽管后果无可避免 人发了这则推特 第二 洛夫相当健忘 并未了解到在自己母队境况低迷时 在推特上喊话想跟别队球星同队可能不妥 第三 洛夫就是想跟骑士队友表明 他宁愿跟懂的欣赏自己的人一对 洛夫喊话想在明星赛与K汤同队 资料照USA Today Sports